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桥岭筹资兴建的展馆不仅呈现了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居民英勇抗战的珍贵历史资料 同时也向海外华人和国际友人展示了这段历史的真相 这栋三层的小楼就是中国境外首座抗日战争纪念馆的所在地 2014年7月7号 美国著名桥岭方李邦琴女士捐出自己的私人建筑 开始筹建海败第一座抗日战争纪念馆 作为原美洲国民日报就职 这座曾记载当年华侨抗日宣传活动的建筑 如今则成为了纪念抗战历史的右翼平台 在纪念馆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展馆被分为了五个部分 其中包括战争宗述厅 中美友谊厅 以及飞虎队等等 可以说整个展览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 值得一提的是这座纪念馆将会设置于一个声音的保存室 让一些曾经参加过抗战并在世的人口述历史 并把他们的记忆保存下来 以此来记录每个家庭的抗战故事 在展馆中捐赠自武汉的中山舰模型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 据工作人员介绍 这款模型由设计师经过半年的时间手工打造而成 之所以把这一模型捐赠给旧金山海外抗日战争纪念馆 也是因为中山舰不仅是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象征 同时也是整个人类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见证 此外 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会也捐赠了不少战时文物和私人收藏物品 该委员会主席怀特·黑德告诉记者 通过海外抗日战争纪念馆和相关历史证据 可以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中美两国在二战期间并肩作战的英雄事迹 没有其他人出发 hebben 得到一个家庭里托捉他的家庭尔 他的家庭尔 他们放在内部的房子里边坐在某个椅子里边 却根本身出现这任何物件位主观的确保 日本人接近回合被打到两人和女性的身体 起来找到哪里的騙子喔 他会有着想象有点有点地对此之一 来的人说一些的日本人不有��心 由于海外抗日纪念馆完全是一个独立的项目 没有任何资金援助 因此主办方在筹建展馆期间就提出了一人一元的捐款活动 并在美国华人社会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然而整个纪念馆的筹建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 我们中国要坚定不移的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那么让他们知道我们在战争中省事非常的惨重 那么我们不希望有战争 我们希望和平 那么这个所以说这个这个让他们就是真正的理解 中国为什么要坚定不移的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纪念馆对外开放以后 中国驻旧青山总领馆总领事罗林全表示 希望纪念馆建成以后 能够成为一个体现海外广大华人华侨民族大义和爱国情怀的基地 向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展示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 好的 感谢收看今天的系列报道 不能忘却的纪念 明天我们继续